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山药是健脾助消化的食材 咱们今天用山药来分享一道好吃的下饭菜 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铁棍山药 把它去皮洗净后再改刀切成滚刀块 山药块不用切得太大,可以略微小一点 这样更容易成熟而且入味 切好的山药块先放入清水中浸泡防止氧化变黑 接下来再准备适量的冬瓜 它有清热解暑降脂减肥的功效 把冬瓜去皮再去掉中心的嚷 把它清洗干净后再改刀 切成大小均匀的冬瓜块 冬瓜块不用切得太大,以免不容易入味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几个新鲜的香菇 在清洗香菇的过程中可以加入少许的盐浸泡 这样能够更好地去除香菇中的杂质 清洗干净的香菇直接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粒的大蒜直接把它拍至松散 然后再切成蒜末先放一旁 准备适量的生姜改刀切成小姜片 切好后和大蒜一起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的青蒜苗 把蒜头的部位先拍至松散 然后再切成蒜苗段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适量的腊肉 如果不吃肉也可以不用添加 把腊肉改刀切成薄片再剁成小丁 切好后先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先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切好的山药块先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焯水的过程中可以加入少许的盐增加底味 再淋入几滴的食用油保持食材的鲜亮 把山药先在锅中大约煮至3-4分钟 煮至到表面略微有一些透明的状态 再把切好的冬瓜块一起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把冬瓜在锅中略微煮至1-2分钟 开锅后把香菇也一起倒入锅中 把香菇在锅中大约焯水半分钟 然后把锅中的食材给它捞出控干水分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洗净加入少许的油 把切好的腊肉丁先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在炒制的过程中尽量煸出油分 把腊肉丁的表面煸出焦黄干香的状态 然后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辣椒酱或者是豆瓣酱 采用中小火把它煸出香味煸出红油后 再加入蒜末和生姜给它充分的煸炒出香味 然后再把焯好水的山药冬瓜和香菇一起倒入锅中 把食材在锅中和酱料一起翻炒均匀 在炒制的过程中可以略微多煸炒一会儿 这样可以让食材更加的入味 炒制大约1-2分钟再加入没过食材的清水 再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增加底味 再加入少许的生抽 加入一勺的蚝油提鲜 把锅中的食材翻炒均匀 用中小火略微煮至 把锅中的汤汁煮至到浓稠的状态 再把准备好的蒜苗段一起倒入锅中 翻炒大约5-8秒钟 蒜苗段微微变软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营养又开胃的下饭菜 山药烧冬瓜我们就做好了 山药和冬瓜用这种方法做口感免软又顺滑 而且非常的入味鲜香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